蘇貞昌好大一口氣是怎麼一回事呢 帶大家來前行提要一下 昨天我們的監察院長陳菊率隊去巡查了行政院 那裡頭兩方都講了一些話 不過蘇貞昌在致辭的時候 他特別提到了沒有100分的政府 不過35萬公務員中難免會有敗類 上次跟我簡直驚呆了 在最後這階段 尤其大家不斷最近在討論他的去留的同時 他居然還點名人家為敗類 他點名誰啊 誰還是他心中的敗類勒 我想其實是這樣子 蘇貞昌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感受不到他有一點點要下台的意思 一點點都沒有 當然對於一個民政黨的部分 過去你知道是老天王 四大天王當中的其中一位 現在正在政壇上 能不能還從事在呼風喚雨 而且呢跟他相關的裙帶關係 株連九族的包括在國營事業 以及整個政府行政機關的所有的部分 的行政資源抓得最深的就是他了 我想其實無論蘇貞昌的意願 究竟是他自己有沒有感受 或者是其實因為我過去是這樣子 我過去應該都是跑台北線 在我年輕的時候 前段時候其實就接觸蘇貞昌 其實蘇貞昌的性格其實都沒有變太多 就是說當時其實應該講是 將近20多年前他其實就是非常酷吏的個性 他非常就隔了一個門 我們從旁邊那個當時的台北縣政府的 那個部分的大門 從他那個縣長旁邊 遠遠的就可以聽到他在罵人 所以他其實應該講他從頭到尾 他的骨子裡 他DNA裡頭 他就是一個寬以律己 言以待人的一個政治人物 我覺得你可以覺得怎麼可能 都已經現在全台灣的民眾不滿 然後選情這樣子的部分的結果 不只是年輕人中間選民 連民運黨的基層者 基層的支持者 都大量的游失 你怎麼可能會無感 告訴各位蘇貞昌就是真的能這麼切割 他是一個非常絕對活在自己世界的人 他會用他的方式去定義或看待這個世界 而且非常非常的強勢 所以過去我覺得我們在看他從過去 單單在當時在台北縣執政的 二十多年前的時候 當時就很多的部分都你都覺得 有些行政的程序 而且很多的行政措施 他有成文跟不成文 所謂不成文的部分是 大家有個約定成熟的部分問題 比如說講錯什麼話 官員當中 他底下的官員局處長 講錯什麼話用什麼的 在那個階段 你大概嚴重到什麼地步 其實你應該就要下台慶祀 可是在當時的蘇貞昌 其實如果他認定是他的人 他認定的話再怎麼樣犯錯 我們都覺得你很嚴重的錯 他還是就覺得能夠承受 而且他會覺得給他機會或等等 然後呢但是如果不是他的人 只要有一點點的毛病 我想在先前他在考那個 究竟有多少個 醫院的多少的停車格 那個東西真的是難以想像 可是這真的就是蘇貞昌 他有一個他自己看待自己 在整個政治的架構裡頭 他的位置他的價值 我要講的部分是 我們都覺得蘇貞昌 你早就該下台了 可是蘇貞昌 在表達這些話的意思就是 他始終還是肯定 他自己作為行政院長的價值 而當中如果有犯錯 或做得不好的 現在的民怨的民情的部分當中 那當然都是 閣員都跟他們有關係 他就是一個主舵者 他就是一個掌舵者 最後傳媒劃好的部分 他其實就是這些閣員的部分的問題 所以閣員是他口中的敗類嗎 不會吧 他當然不會明說 他現在就是廣泛的 蘇貞昌就是這樣 你以為蘇貞昌如果是誠實老實 樹的話早就該下台了 他其實就是 因為他在這種強烈的政治性格認定之下 其實他這個認定當中 其實是非常狡猾的 我們從某方面來講是非常全謀的 我在年輕的時候 一開始跑他新聞的時候 在台北線 一開始覺得民進黨 這個還蠻直率的講話 可是後來你發現 他其實不是直率 而且他的愛之欲其生 恨之欲其死 他的這種極端性在看待他自己的價值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蘇貞昌在這次當行政院的時候 你就可以難以想像的 他才先前 剛接行政院的不久三個月之內 基本上國營事業當中就換了一大批 他是非常粗魯的 甚至有人在先前的部分的國營事業 可能才單院的部分 每幾個月半年都不到 他就硬把人家換下來 而且你說換來的部分 如果說是一個非常 在國營事業中油台電 是他的這種專精 他原來部分的專業也倒罷了 壓根一點點都不是專業 都無所謂 那只要是他的人 或只要他覺得可以賞賜給 那個聽他話的部分人去兼任 這些所謂的國營事業的部分的負責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蘇貞昌用人當中 他不是用人為財 蘇貞昌的用人當中 他都是為己意 那麼只要適應他的意 那當然他現在不下台 我個人認為很大的原因就是 剛剛講 他已經是株連九族 在他整個政府行政機關裡頭 太多太多的 你說他的徒子徒孫 或他的利益相關 那麼各式各樣的部分 已經整坨爛葡萄在裡頭 你叫他把一個一個摘掉 大家要你是整串拿掉 可對他來說 他就是那個長出葡萄鮮美滋味的人 他到現在講這個話 不是敷衍 他是由衷這樣子自我認定 這個爆料出來之後 對陳時中都已經卸任了 還有任何的攻擊力道可言嗎 對民進黨又會有任何的 會痛癢嗎 其實老實說 因為光琴姐今天又繼續發 而且他預告明天還會繼續發 那其實這整篇 我覺得關鍵在於 就是陳時中醉醺醺醺這件事情 就如果說啦 因為按照陳時中回應的這個描述 他沒有針對移交內容去 細節他都不提 但是他說我很認真的聽了細節 但是因為我們政府採購 是有相關的規定 我們不是你們這些商人說了算 但是如果我說這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 郭台銘點出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應該說在黃光琴的文中 讓郭台銘覺得不滿的是 我們因為要買疫苗 要買德國原廠疫苗 確得被代理商抽一半喔 等於說一劑29塊 這個上海復興要抽14.5塊的美金喔 一半的金額是代理商拿走 那所以郭台銘他 你知道他做生意的 做生意他知道嗎 那我要怎麼樣 今天這筆錢是他出啊 不要忘記 不是我們當初買BNT疫苗是 全部是郭董鴻海 這個鴻海永齡基金會 台積電跟慈濟 政府一毛錢都沒有出啊 所以最後最大贏家 哎呀這篇文章告訴大家 最大贏家是上海復興 他們拿了一半 他們沒有生產一劑疫苗 但拿了一半 這有點荒謬 所以我相信郭董他的用意說 我幫你們找到了一個 直接跟原廠接洽的管道 不需要透過上海復興了 那政府以後未來的下 不管多少萬疫苗 你可以跟這個原廠直接接洽 這是一個某種程度 對國家 對人民也好 或說對整個 整個唯一 這裡面唯一不利的人是誰 就是上海復興 那按照抗中保台的邏輯 這也是一個最佳的解方 為什麼現在 我們要買BNT的次世代疫苗 還要透過上海復興呢 如果按照我說按照這篇文章的鋪陳 郭董都已經全部安排好了 都可以直接跟德國原廠了 然後呢 這時候你薛瑞源說 郭董是什麼 BNT銷售員 然後呢 這個王必勝要繼續跟 透過上海復興去跟 這個德國原廠談 那我不禁懷疑喔 民進黨內有人 不能沒有上海復興啊 那一半的上海復興的 這個所謂的分論 是不是有一部分變佣金 這不禁讓人懷疑啊 尤其我們看到台南那些事情之後 有人要在裡面上下其手 這才是最可怕 所以不然你看 郭董那天特別提到 這些我簽約的合約 為什麼要封存30年 你政府去採購 為什麼要把這些合約全部封存起來 不讓人家看 不讓人家看這個裡面的 價格的結構為何 今天郭董他就是要把這個東西 老實說你說光晴姐 為什麼能夠掌握這些資料 就是有人知道這些事情 把它公佈嘛 而陳時中有點顧左右言他 他沒有針對焦點回應 人家在意的就是 你為什麼政府還要繼續 跟上海復興採購BNT 你們過去罵的抗中保台的邏輯 都是不要跟上海復興 不要跟這個所謂的 他們講的復必泰扯上關係 結果現在要買次代銀行 你們還要繼續跟上海復興交易 這個我覺得黃光晴姐 她看不下去在這個地方 而你陳時中剛剛光晴姐又發文 說就是狡辯 就是狡辯 所以我會覺得 反正這個事情還在發展 我們就是繼續看 而陳時中從敗選的檢討 鬼扯一大堆之後 還在講數位中介法要繼續推 還在講是國民黨認知作戰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你連自己有沒有醉醺醺 這件事情都講不清楚 還是其實他酒量很好 他只是有喝 他有喝但是他沒有醉 就是你要講清楚 但是如果今天從我們這個過去 千人妻的這些影片 看起來 對啊 那個是連民進黨自己都說 因為這個 部長喝了一點酒 所以人家也很貼心的扶他 那我就真的懷疑就是說 光晴姐這個講的醉醺醺 這可信度很高了 大家今天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盡月數了 這況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